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龙部长 请龙部长 当委员你好 部长你好 昨天我在,我去这个 中正纪念堂的国家戏剧院 看了这个天津金剧院 到台湾来公演 最后一个晚上的公演 那我的一个朋友知道说我去看了这个金剧啊 他就跟我开玩笑 他说啊,这个现场一定都是老先生老太太 他说这个是外省族群 第一代外省族群的大集合 我说你误解了 我说 我的 外祖父外祖母到台湾来 我的外祖父 是福建人 我的外祖母是浙江人 我的外祖父外祖母的大女婿 是湖北人 二女婿就是家 就是先父 是江苏人 三女婿 是湖南人 四女婿 是天津人 第五个女婿 是浙江人 最小的一个女婿 是福建人 我从小啊 喜欢看这个 小时候叫国剧 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 你看我这个家庭啊 我这个整个家族啊 我这些遗仗啊 没有一个 是有父母在台湾的 都是到了 都是到了台湾来 然后 娶了我这些阿姨 来自中国的各地 他们没有一个是看平剧的 没有一个是看金剧的 我的 我的外祖母的家乡系 是少卿系 先父的家乡系 是河南邦子 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都 非常的抽象的 用一个叫做外省 外省人来指涉所有 在那个时代来到台湾 我想这一点 您比我更清楚 我为什么要跟您谈这个的 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 我们今天谈到台湾 多元族群文化保存 其实我今天要跟您谈的重点 不是这个 我觉得 对于台湾这个多元文化 台湾今天的这个民主价值 我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的民主其实得来不易 那么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维护 那这个维护呢 也不光是维护台湾 我在过去几次 对您的质询呢 比较不客气 其实我对您有比较高的一个期待 我觉得我们在面对 这个中国的时候 就我们怎么看中国 我刚才跟您讲的 我的家庭背景 其实我从小 我的父亲跟我讲了很多 这个家族的故事 我父亲过世之前 我的祖父还在 现在我的祖母还在 我的姑姑叔叔 都还在中国 但是我没有去过中国 我知道自己这样的一个决定 坦白讲不是很理性 因为我觉得 这是我作为一个 站在台湾 我对于一个强势的 政治力量跟文化 我可能仅有保留的 一点点的对抗 也就是说当今天的一个政治文化 政治环境 民进党人啊 其实也络绎不绝的到中国去 交流也好 互动也好 或者有一些人 说不定去做生意也好 但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在中国 能够尊重多元文化 能够落实 有一天能够达到民主 在那个时候之前 我说不定都不会踏上 我的父母的故乡 这块土地 即便我从小 从家里面所听到的故事 即便我有很多长辈 都还在那块土地上 即便 我会通过通信 得到他们的消息 但是 这是我的一点点 讲起来说不定是 不理性的坚持 正因为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们都共同承认 在台湾大多数的 多数的人 其实跟 对面那块广大的土地 无论在文化上 在宗教生活习惯上 或者在语言 甚至血缘上面 都比我们跟其他的国家 比较起来 要更接近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 对那块土地上的人民 有更深的感情 我们是不是会 期待自己 能够去帮助他们 能够得到 像我们今天 在台湾能够享受到的 更多元的 更得到尊重的 即便我们认为 台湾的民主政治 未真完善 我们认为台湾的 整个自由社会 其实还是有些威胁 我们会希望是这样 所以我们当然应该 要竭尽所能的 站在一个 兄弟姐妹般的 关心 支持 希望能够帮助 他们的公民社会 帮助他们的整个 我们如果都承认 那是一个普世价值吧 自由 人权 民主 能够得到 保障 或者进步 这就是我过去 为什么每一次 都会对您提出 严厉的指责 或者是期待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回到 今天要跟您提的 再一次跟您问的 问题 我必须要再一次问 对于台湾的艺人 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在 在中国大陆发展的 这些文化人也好 他们在创作的过程 他们是不是被迫 必须要向 对岸的 中国的 官方的 政治正确低头 我们对他们 有没有足够的支撑 您上次没有回答我 我经过了一个假日 也没有得到文化部 哪一位 说要来跟我说明 我不认为说 我这样的要求 或者期待 或者请文化部 或者书面 或者是口头 或者公开 或者私底下 应该要对我有所交代 是不合理的 我今天花这样长的时间 跟您讲 我为什么会提出 这样的要求 您是不是可以 给我一个答复 说文化部到底 好我们就不管过去吧 未来 有没有计划会做什么 好 邓委员 我想我们对于 中国大陆的 终极价值 就是如何 透过我们自己的力量 让它也变成一个 比较开放的 比较理性的 而且比较和平的社会 对于那里的关怀 可能目标是一致的 但是在 很在这里 就会有很多的人 跟很多的团体 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在往这个目标迈进 我相信你会容许我说 很多的人 他会有选择不同的方式 去朝那个目标去走 有的人采取高调 有的人采取低调 有的人用直接的方法 有的人用迂回的方法 那我上次说的是 文化部在做的事情 它比较是目前 我们是希望说 能够有制度性的建立 这个制度性的建立 能够让我们的艺人 在对岸的所有的活动 能够得到制度上面的保障 那这个制度在进行中的 还包括 由行政院来说 是两岸的互设办事处的谈判里头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里头的细节 这些细节就是 我们那比如说 当这一旦是真正通过的时候 我们派去的办事处 我们做要做什么样的作为 才能够保障 你比如说我们的智慧财产权 被受到的侵害 那再比如说 在创作上面 因为个人的言论 而受到的钳制 那在这方面我们在讨论的是说 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透过跟对方公权力正式的谈判 因为这种制度性的建立 是比一个 就是以我而言 单独的出来 对某一件事情发表一些言论 我觉得是更重要 更有扎根性的意义的 是部长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根本上面 态度的差异 我坦白讲 我必须很遗憾的讲 我对现在政府有一个最大的意见 就是其实我们都 我们都怕公开得罪中国的官方 我们都很怕去影响到跟他们的关系 无论是我们想要跟他们做进一步的互动 我们想要争取他们的投资 我们想要过去投资 我们想要一起拍电影 我们想要一起做很多事情 所以当我们在这边 口口声声讲 的普世价值 无论是我们在面对图博 面对维吾尔 面对中国的公民社会 其实仍然在 被不断的打压的过程 我们都放弃了 我们自己放弃了 可以公开提出呼吁的机会 我觉得在今天政府的每一个部会的首长 做您刚才的发言 都不会像您刚才讲的那样子让我伤心 因为我觉得 隆一台这个人 本身就是一个力量 隆一台这个名字 本身就代表一个价值 隆一台讲的话 今天你不光是一个文化部长 你是一个文化人 如果你 真心的相信 你过去曾经讲过 曾经写过的 你绝对不可能 对于今天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 尤其是 台湾艺人 在中国被迫 甚至不光是在中国 在台湾 他也一样 他被迫对某一些议题 他不能讲话 他被迫对每一些政治态度 他不能表态 他被迫对某一些言论 他必须要自我审查 否则会影响到 他在中国的发展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 多么可怕的一个处境 我们今天讲的叫做 多远 多远 不光是平均的多远 文化上的多远 言乐上的多远 他们今天的管制 不光是管制到台湾人 在中国的联系 在台湾的联系 一定要被管制 所以龙英台 作为一个台湾的文化 对于这件事情 绝对不应该 这个跟两岸不设办 这其实是不可能 我人 我想你其实 作为一个 不管多元文化 维护多元文化的文化 责乎的难在 尤其是龙英台 更不可以 所以这样的事情 不讲话 要有点 待谈判 您的发言 其实对我们 是不在意义的 委员 我们在试图建立 制度性的保障 而不是一时的发言 我们双方努力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